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这一次的大陆新闻节目 武汉肺炎疫情仍是全球焦点 面对瘟疫已经蔓延至世界大部分国家 欧洲全部沦陷且持续恶化的情况下 受到中共操控的世卫组织 终于将疫情定性为全球大流行 截至周五 在已被感染的130多个国家当中 意大利 伊朗 韩国 西班牙 德国和法国 等国家是中国以外确诊和死亡人数最多的国家 而除伊朗有数十位高层被感染病死亡之外 还有数名国家政要宣布中招 其中包括加拿大总理夫人 澳大利亚内政部长 西班牙副首相 意大利国会议员 英国卫生国务大臣和法国内阁部长等等 显示这场瘟疫 与中共这些年散布的毒素一样 已经渗透蔓延到世界的各个角落 让人防堵胜防 中共也自知 这次瘟疫对世界的祸害太大 等各国从疫情灾难中缓过神来 恐怕要追究这个始作俑者 于是一场精心策划的甩锅信息战悄然上演 2月底 中共育养专家钟南山突然抛出 中国不一定是新冠病毒发源地的说法 放风是水 尽管这个极不靠谱的异想 遭到其同行专家张文宏的反对 而且张文宏从疫情爆发时间点和病毒进化术 两个方面推断出新冠病毒应该是始于武汉 但打定主意要甩锅的中共让张文宏闭嘴 同时纵容一个新冠病毒源头是美国的谣言 在网络上传播 该谣言愣是把CNN新闻标题的原文故意翻错 或者是雇了一个英文是体育老师教出来的五毛做的翻译 活生生把美国疾控中心确诊了首例无法确定病毒感染来源的新冠肺炎患者 翻译成了美国疾控中心确认首例武汉冠状病毒的源头来自美国 虽然也有人在网上纠正这个恶搞般的积极错误 但少有信息渠道的大多中国百姓还是听信了这个谣言 在让这个谣言发酵了几天之后 中共觉得时机差不多了 可以半官方的正式甩锅了 3月12号新任中共战狼发言人赵立坚在推特上胸向壁露的反咬 是美军把冠状病毒带到了武汉 就这样仅仅半个月时间 中共就无中生有的编造了一个好莱坞级别的故事 终于憋了好久的美帝再也忍无可忍了 3月13号也就是赵立坚把武汉肺炎甩锅给美国的第二天 美国国务院召见中共驻美大使崔天凯 就中共在全球公然进行虚假宣传 进行严正交涉 负责东亚及太平洋事务的助理部长David Stewall 向崔天凯非常严厉地陈述事实 表示美国将不会容忍中共 为转移外界有关武汉病毒的指责所发表的言论 称赵立坚的传播这种阴谋论是危险却可笑的 崔大使如何现场狡辩的我们不得而知 只看见他离去的时候黑着脸低着头 像是被反弹回来的那口锅砸着了一样 对首带门口记者的连番提问一语不发 匆匆钻进轿车狼狈而去 我开头说这场瘟疫 与中共这些年散布的毒素一样 已经渗透蔓延到世界的各个角落 这不仅仅是一种形容 而是一个事实 同理 这次武汉瘟疫蔓延传播的路径 也是循着同样的规律 因为这场瘟疫就是冲着中共而来 或者说是为清理中共因素而来 我们之前常说天灭中共不是一句口号 而是一个切切实实的宇宙安排 从现在开始 这个安排将会逐步兑现 所以我们会看到 跟中共亲近的 或者说有中共因素的地方 瘟疫就会出现 而中共因素泛滥的国家和地区 瘟疫也会大范围扩散 分毫不爽 但世界也不必恐慌 所谓对症下药 能够躲过中共瘟疫这一节的 不是隔离封城 也不是什么瑞德西伟 只要认清中共 远离中共 抛弃中共 就可安然无恙 女士们先生们大家好 首先我们对不幸感染武汉肺炎的 巴西总统加尔·博尔索纳罗 表示深切同情 作为第一个中招的国家元首 不过看这蔓延趋势 他恐怕不会是 唯一中招的国家元首 你看 加拿大总理夫人已经确诊了 总理特鲁多已经自我隔离 还有澳大利亚内政部长 法国内阁部长 西班牙两名内阁成员 等好多国家的政要 都被感染了 最绝的是伊朗 有多达24位国会议员 确诊感染武汉肺炎 包括第一副总统和总统顾问 已经多人死亡 这是要团灭的节奏啊 都说病毒不长眼 可我怎么觉得 这病毒好像长眼了 好像是谁给我党走得近 他就往谁那里跑啊 你看这意大利 好不容易成为我党在欧洲的第一个突破口 结果让瘟疫搞得全国封锁 还有韩国 法国 德国 都是与我党关系亲密的城市 疫情最严重 难道这次是冲着我党 对不起 说多了 好 下面开始提问 这位记者 你们外交部另一个发言人赵立坚 3月12日在推特发文说 美军把疫情带到武汉 引发国际社会哗然 请问 这是中共官方的消息发布呢 还是赵立坚自己想要表现 随便胡扯的 随便胡扯啊 以赵立坚的身份 他敢没事胡扯吗 那是我党让他在试探国际上的反应 大家知道 这次瘟疫 从武汉开始发展到今天 已经造成全球大流行 全世界都在谴责我党 当初对疫情的隐瞒 并追踪病毒来源 而这两点是要命的呀 所以 消灭证据和转移目标 就成为我党的首要任务 消灭证据容易啊 把那个海鲜市场移位平地 啥也找不着了 可转移目标 就要靠宣传了 但党媒喉舌直接说是美国放途 太惊悚了 也没人相信 所以就通过一些人 先放风 引导舆论 我党先让钟南山说病毒可能来自国外 再让特务在网上 放着美军把疫情带到武汉的假消息 再让赵立坚在推特上退一下 把锅甩给美国 误导全球 这是我党的一个战术 可没想到国际上反响太大 招来太多反感 所以啊 赵立坚赶紧把退文给删了 看来国际社会也越来越不好骗了 这屎盆子没甩出去 还建了自己一身 心疼赵哥 好 下一个问题 这位记者 你刚才说这次瘟疫是长眼睛的 谁跟中共走得近 谁就会遭殃 伊朗跟中共是一丘之和 所以伊朗高层染病的比例很高 说得过去 但加拿大总理夫人染病 这显然是冲着特鲁多去的 可是他不是因为抓捕孟晚舟 跟中共闹翻了吗 问题不能只看表面呀 我党有句话 叫透过现象看本质 咱们从根上说 老土豆 我是说小特鲁多他爹 老特鲁多 青年时期就热衷共产主义 当上加拿大总理之后 立马与我党建交 而且把白秋恩数位国家英雄 白秋恩大家都知道吧 加拿大医生 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帮助我党 最后把命都扔这儿了 小特鲁多肯定受他爹影响 多年前他还是反对党领袖的时候 说过一句什么 在一定程度上 欣赏中共的基本独裁 此话一出举世哗然 当然之后他蒙解释 拍胸不说 加拿大是世界上最好的国家 我绝不会出卖自由 加拿大人这才饶了他 你刚才说抓孟晚舟 那是不得已呀 可我党连续抓了两个加拿大人 他连句硬话都不敢说 就是现在 他也不敢明确说 加拿大拒绝华为的5G 哦 对了 根据华为故事改编的《红龙之爪》 目前获得加拿大最佳电视电影奖提名 那里边也有对特鲁多的描写 很形象 大家不妨去看一看 好 下一个问题 这位记者 世界卫生组织11日正式宣布 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已经构成全球大流行 而最近 中共向世界卫生组织捐款2000万美元 请问这是中共奖励谭德赛的权利配合吗 嘿嘿 网上看到一句话 说中国100年过去了 德先生没等来 赛先生也没等来 谭德赛先生来了 这句话说得很有趣 也很有内涵 应该说 这些年我党对国际组织的收买是很成功的 什么国际卫生组织 国际刑警组织 都是我们的人 大家知道前段时间那个孟宏伟 要不是站出了队被我党抓了 现在还是国际刑警组织的主席呢 这个国际卫生组织也一样 谭书记 我是说谭德赛同志 这次确实很听话 跟我党配合得很好 让他干啥就干啥 比如疫情之初 我党叫他安抚各国 说没事 中国疫情不严重 可防可控 除了美国几个国家采取了措施 绝大多数国家都相信他的话 结果造成全球瘟疫大爆发 现在我国疫情缓下来了 才让他宣布全球大流行 结果造成美国股市崩盘 狠狠打击了川普的气焰 所以为了奖励谭德赛同志 我党慷慨检堂 捐了两千万美元给世卫 钱就是要花在刀刃上 好 下一个问题 这位记者 俄罗斯国家杜马 近日通过宪法修正案 允许俄现任或前任总统 参加修宪后的2024总统大选 俄罗斯将在4月22日 对该宪法修正案 进行全民公投 若通过 则普京可在2024年 再次竞选总统 有望执政至2036年 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2036年 普京那时候都快100岁了吧 看来他要打破我们的老朋友 穆家贝高龄执政记录了 哎 应该说 这也是习大大的中国梦啊